示威者朝人脸倒下黑色液体 象征可怕的是有污染 这是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亏外最新的抗议梗 北极大本营的气候学家 直接从格林兰搬来一个四顿的冰山 就连融化的冰川水也一并带到现场 所有科学的指示都显示 海岸是在危险 这不是只为海岸鸟 现场还发放1700万瓶的溶冰水 因为这就是格林兰每秒钟所融化的水量 此外曾在G7峰会掀起话题的皮卡丘也来抗议 关于减美减碳峰会稍有进展 美加等20国同意 年底前停止投资所有未减排的化石燃料计划 只是大陆日本还有南韩等海外投资大金主却没有加入 而另一项逐步淘汰煤炭的承诺虽然有40国联署 但主要的煤炭消费国 大陆美国印度和澳洲一样没有签 效果恐怕很有限 在山西卖煤炭维生的人坦言全家都从事相关的产业无法想象全面禁止该怎么生活 你不能说你现在煤炭用的多少 你从明年就开始减 这样的话它不符合逻辑